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中从92年到现在超过4成是卫县长争取来建设的 所以卫县长在这里对整个建设的帮助是非常大的 彰化市的水建回收中心我们投资了一百零而已 那这个水建回收中心经过两年的建筑 今年要落成来启用 那落成了以后我们彰化市所有的家务都要接管 所有的发分子都要把它填起来 汇除掉 那整个所有的区域的排水啊 就市区的水沟就不会有臭味 而且也不会有资深定眉纹 蟑螂以及老鼠 对我们环境卫生提升帮助很大 中华市物水下水道 建设整个月分作四季推动 总经费一百零两亿 第一季工程费四十几十亿亿 包含水煮丸汇收中心 四十三公里等的主厨感官和分支官忙 以及两万五千户 用好这种作业银银银银建设 为管长一年厉害 直接来推动 只要我都愈记得今天来完成 所以今天 最后欢迎的是我们在座所有中华市民 因为我们中华市由今天开始 一定建设建立现代化的社区 为什么 因为世界社区的评估里面 是不是一个现代化城市 一定要有污水下水道 工程来完工 正好正式迈入现代化城市 水煮丸汇收中心 在这片团队凭借到 震度相定八关 已经在今年八月完工 后来就要完成用后接管 生化污水 经过水煮丸汇收中心 处理了后白红 可以大大减少 因为家庭有水量 将中华搭造 夹造一个水煌松林外董区 幸福应收的清晰 广播 这年优先下期 工业评论 西西中中华彩虹福德 关怀电台台义配音 056 10